奥克洛核反应堆 是世界上唯一确认的曾经自然发生自持的核连锁反应的地方 共有16处 从大约21年以前开始反应 断断续续反应了几十万年 在此期间平均输出功率为100千瓦输出为3000万伏特 1972年6月 奥克洛的油矿石运到了法国的一家气体扩散工厂 法国科学家对这些油矿石进行了严格的科学测定 发现这些油矿石中能直接作为核燃料的油235的含量偏低 甚至低到不足0.3% 而其他任何油矿中油235的含量理应是0.73% 似乎这些油矿石早已被一个核反应堆使用过 法国政府宣布了这一发现 震惊了全世界 法国科学家在整个矿区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核裂变的产物和出入废物 开始时 这些发现让人很迷惑 因为用天然的油是不可能使核反应堆越过临界点而发生核反应的 除非在特别的情况下 有石墨和重水 但在奥克洛周围地区 这些条件是从来都不大可能具备的 U235的半衰期为7亿年 少于U238的半衰期45亿年 从地球形成开始 相比U238更多的U235衰变了 这就说明在九远年代以前 天然油矿的浓度比今天要高得多 实际上 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证明 30亿年前 此浓度为3%左右 经过再三深入探讨和研究 科学家们十分惊奇地发现 这些油矿石早已被燃烧过 早已被人用过 这一重大发现 立即轰动了科技界 为了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欧美一些国家的许多科学家 纷纷前往奥克洛油矿区 深入进行考察和研究 经过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探索 断定在奥克洛有一个 很古老的核反应堆 这个原子反应堆 由六个区域的 大约500吨油矿石组成 它的输出功率 只有100千瓦左右 据科学家们考证 呆矿城矿年代 大约在20亿年前 原子反应堆在城矿后不久 就开始运转 运转时间长达50万年之久 通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后发现 在20亿年前 由于地质的变迁 油水渗入到奥克洛油矿区 从而引发了奥克洛油矿中的油 进行了天然的自持烈式核裂变反应 使得奥克洛油矿区 Ur235的浓度值 严重低于正常值 这是人们发现的一粒天然 并非人造核反应堆 被称之为奥克洛现象 不过去的 在这些群体里头上 上一个群体里面上 我发现了一个群体里面上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群体的